好 先讀 我们来唱他的诗歌524首 下的诗歌524首 我们来读一读 先读一下第一节 我是一词 种种小雅 愿意见我 忘口读念你 是阿湾向我 安置于此次 愿意向阿福颂不宜 如此为求我甚欢心 因这我神使命真心 继终我无踏实可做 终日就是静终乐唱 我所使之真心的神 也在倾听我的颂扬 阿湾向了我的翅膀 却爱牺手听我歌唱 阿湾向了我 阿湾向了我 我南外非任意遨游 我的翅膀虽被困住 我心火灵人士自由 天好强远不能阻振 心灵所有释放豪翔 我心超越煎熬之串 我灵恒非和情自在 向着心爱之串 向着心爱之主等悲 他的吉利我所敬拜 在你坚定持细之中 我灵得到自由换衡 阿湾向了我 阿湾向了我 此与此,我愿想啊,何受无疑,如此非求我选万幸,因这我选使你诚心。 今中我不怕时刻做,终日就是今中的家。 我说是只诚心一生,也在心里我的领扬。 他温暖了我的翅膀,却还不守替我歌唱。 我说是只诚心一生,永恶能平。 你也有心,是爱此苦。 我已引导,虽然出楼。 你却毫无,你欺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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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 我已引导直弦。 乃时年被只爱所难。 乃时年被只爱所难。 这都将我四年惊苦。 我真愿平 愿意逃游 我已是他 最悲愚困住 我幸福里 愿意自由 千道相远 不能阻挡 幸运所有 十方方向 我幸超越 千道之上 我云很美 何其理自在 向着心他爱之主不肯非 他一直以我所敬拜 在你坚定之意之中 我听得到 只有万分 好 这首诗歌呢 这个 呃 她这个是 丹夫人她在很艰难的时候 她写了这个诗歌 但她的一生 大部分时间都是相当艰难 但是呢 你会知道 从这个歌词里面 你会发现 它虽是艰难 看似外面有囚劳环境 但她的临终是自由的 对不对呢 所以呢 临终自由 应该是 应该是 有唱出释放之声 唱出一种 好像 外面被 被限制 但里面却有一种 复活的声音 那这样复活的声音 那这样复活的声音 它应当是愉悦的 是跳跃的 是喜乐的 那我们试试看 试试看 把这样的感觉 来把它唱出来 那这个可能我们会觉得 它 我们也没被关过啊 对不对 但是呢 我相信我们人生中 有很多东西 使我们感觉外面受极大的限制 那我们应当都有这样的经历 外面的限制很多 但里面呢 却也不受限制 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中 你细想一下 我们里面不是有一种极深的雀跃吗 那一种雀跃是享受主的雀跃 我们把它唱出来 好 试试看 那琴呢 请琴 也稍微 这个 轻快一点 好 轻快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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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我示范一次 我是一只笼中小鸟 轻快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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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真心 好像有點雀躍 但裡面卻有深處的把握 這個是完全信號組 有一種的評委還有安息 試試看 好吧 這樣感覺她唱得好 姊妹看起來唱的第一節 我是一隻龍蟲熊鳥 願意天空 黃河夜地 使她將我安置於此 我願想她 無所無意 如此悲求 或是愛心 因著我善心的全心 今中我不能適合做 從日就是 今中的祂 我所示之 真心的神 現在請你 我的祂送娘 她們放兩走一隻馬 卻還不受 聽我的善情 我聲明是有耳耳耳耳耳 你也有心 是愛 是苦 我的臉因有教育 我必有教育 最難俗辱 你卻毫無 必依閒 你卻毫無 必到了可 你必吃焦 必須臉 佳頂緣 曾荣家过 四叶人静谱 我曾为非能以偶游 我与十方岁被困住 我心莫名 认识自由 天牢 墙远 不能阻挡 心灵所有 十方好笑 我心超越 千多之双 我命很非 何其自在 向着心海 蜘蛛更非 怕一致意 我说尽快 在你坚定 致意之中 我应得到 自由 何其自在 我心超越 千多之双 我应肯非 何其自在 向着心海 蜘蛛更非 怕一致意 我说尽快 在你坚定 致意之中 我应得到 自由 坚图 好 我跟丁佛们分享一下 丁佛人 丁佛人 丁佛人他应该 名字很熟 对不对 对他的事迹 不知道什么时候 稍微略知一二 那我在这个 也稍微读一读了解 他的 更多了解 他的背景的时候 我发现这 实在他信号主 是不简单的 这个 但是呢 也是在蒙光照 那 这个 坚图人他是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他会被关呢 我刚讲 他被关起来 实在是相当的糊涂 那他事实上呢 是在1648年的时候 就生在法国 所以他是法国人 那他其实从小家庭 事实上是富裕的家庭 但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这个 在许多的网路简介上 事实上是不晓得的 原因他在15岁的时候 就被强迫结婚了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家以后富裕 然后15岁就要去结婚 这个 是很奥秘的 我不知道 但是 而且更奥秘的是 他15岁去结婚 结婚前三天才知道 他要嫁给谁 这个也是很奥秘的 而且呢 这个人跟他也没有什么情感 更特别的是 因为事实上干分 如果大家看过他的照片 那当然他是已经 后来因为天花的关系 或什么 他被有点毁容 但是 但你可以看得出 事实上他年轻的时候 应该是这个很甜美可爱 长得漂漂亮亮的一个小女生 然后呢 嫁给一个22岁的年轻人 但是22岁的年轻人 却一点都不珍惜她 甚至连他的婆婆也不珍惜她 很奇怪 这是很奥秘 未无想的为什么 但是呢 在这奥秘之中 她 她是很艰难 那记得有一次 她 她也生了孩子 两个孩子 两个孩子 那 在这过程中 常常也是 受到她的婆婆先生的为难 特别有一次她们家中有人感染天花 那因为那时候小 都小镇 或城市 附近的人 哪一家发生什么事 大家都不太清楚 然后呢 彼此之间她 这个都有一点热络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 她很多人都劝她 趕快 就是呢 离开 带着孩子 这个 站立一下 那 结果没想到 她的先生跟她婆婆 不准 所以也是很奥秘 那不准 然后结果 结果不准了 然后她就 后来她就感染天花 那 懒了天花之后 她 她这个先生 还说 你那是心理作用 我根本没事 装病 然后呢 这个后来的症状 又一直出现 一出现 后来的先生 竟然还告诉她说 你就是祷告太多 才会染病 真是还好 我们怎么会遇到 这种 这种奇怪的感觉 后来呢 后来这个 这个更 更让人觉得 很悲伤的事情是 她虽然度过了这个难关 但是呢 她 她这个 也几乎毁了 然后呢 眼睛也是 几乎是快失眠 那她虽然活过来 但她的 两个孩子都死了 你看 这是真的这样的艰难 但在这种艰难之下 她 没有想到 她这一些的历程中 历程中 她总是在那里 全然的性好死 所以呢 所以呢 当然在这种历程中 后来她病好 后来这些事情过去了 那她决心 她决心要完全的 来侍奉神 因为她孩子也没有 全心的要来侍奉神 那她有全心侍奉神的时候 当然接触她的人 晓得她有生命的东西在里面 但是呢 因为当时在那种 天主教的一个势力范围下 那这个人家 特别是天主教的 这些神职人员 就对她有很多的 这些的 反对 特别呢 还要检视她的身份和出身 等等等等 就是说你凭什么 比如说你 你不过就是一个一般的人 凭什么你要来做一个侍奉神 对不对 那这个是我们现在不能理解 因为我们现在人人皆祭祀 对不对 但是当时是 那是不可 不可以 甚至连读圣经都是犯罪的 这个只有神职人员才可以读经 才可以祷告 才可以接触神 大家要靠着神职人员才能遇到神 在这种情况下 你凭什么做一个侍奉神的 在那一种情形中 这个 但是很特别 很特别 这个 虽然公胎的情形是这样 但是私下暗地里 却也有许多的修士跟修女 常常来跑来找她的帮助 所以你就知道说 事实上她有一种生命的东西 在她里面 这个 这个自然的流露出来 而受人的羡慕 甚至影响了许多多人 有的人甚至拿这个圣经的真理 要来对她针锋相对 去看她 找她 但没想到 离开的时候 却是满了喜乐 满了供应的离开 那真的很奇怪 但是 那有的人呢 这个 忧郁想自杀 去找她 哇 离开的时候 满了平安 也是甜美食乐 欢腾的跳的离开 这个就是因为 她里面有一种生命的东西 复活的生命流露出来 供应到来接触她的人 那 这个 但是呢 她自己说 我这读到 读一段给大家听 因为 她自己 她自己真正关心的 不是自己的权益问题 还是族的权益 所以她就说 无论外面的逼迫如何严护 或 若 与里面 为人 灵魂所受的苦相比 就不足见 为人灵魂所受的苦相比 就不足见义 她说 因着她 主的权益 她愿意为着灵魂 把自己贡献给主 所以那种受苦 她已经不在意了 好 那没有想到 她这样的一个服饰 那当然你看 虽然你说私下的这种 她总是隐藏事 没有被写入出来 大家都知道 她却被她祭奔 特别是这些神职人员 多方的信件的毁谤 等等 甚至这些话 这个鸡飞成事 到位地步 这些假的毁谤 恶意的重伤 却成为被判她下监狱的证据 这就是奥秘那个年代的事 我们无法理解 她就因为这些恶意的毁谤 而被吓到监狱 好 那这个甚至呢更更有更更更让人觉得提效皆配的事 她说她在狱中受审 不会自己辩免 对 她只呼求那见察人心的主来为她做见证 但是 即或这样呼求主名 她还被增加了一项罪名 叫做谢赌神 所以这个你看这是很神奇很神奇 好 但是没有问题 她即或在这样的一个情形难处中 她把自己不断的更新的奉献给谁 她讲了一段话 我读给大家听 她说 自从我和主订婚之后 我向主所要求的嫁妆 不过就是十字架 鞭打 逼迫 羞辱 卑微 无几 贫穷 因她丰富的恩典和智慧 这些她都赐给我 所以呢 对她而言这些苦难的价值 到底是什么 不是这些难处好像让她显出什么 而是呢 在这些苦难中 她更深的体贴明白神的旨意 主能在她这些的为难中 把一些复活的生命能够释放出来 这是她所喜乐 所雀悦 那外面的人 很多人觉得她遭遇的苦难是很稀奇 竟然她有这种的平静和安心 让人不可思议 但是她自己却说 她说她在其中所学的唯一秘诀 就是顺服而得着祝福 她写了一封信给她的朋友说 亲爱的 切不要以为人需要大失恋或遭遇非常的事 才能得着捷径 没有这事 她意思是说 您不用 不用求像我一样 这种恐怖的经历 她说 人要得着绝境 完全是因人意志的顺服 因为有婴孩的态度 所以她一直把自己回转向婴孩 单纯的仰望主 学习做一个认识环境中主宰神的人 学习做一个愿意这个环境而顺从神而着祝福的人 所以看到这样的见证 事实上我们也不用想说要像他这样 然后我们可能也承受不了 但是我相信我们可以从其中学得属灵的秘诀 在外面许多的环境限制中 我们愿意学习顺服 而从神得着祝福 这一个祝福不是外面的东西 而是里面生命的成长 这一个生命的成熟 也使我们成为祝福别人的管道 感谢主 好 那我们在这样的中间 我们就下次再来唱这个歌的时候 我们就有更深的一种能力物 谢谢大家